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机械家出问题以后 这人员怎么样去处理 这也是一个训练的一环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比例 虽然主要就是人因 但是人因可能有些环境造成以后 他人已经没有办法去调配这些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比较特别 但一般来讲的话 他有状况一发生 人员的训练可以彰显出 他是按照程序步骤在处理的 所以我们当不乐见到想人员都损伤了 但我们还看一下前面 我不会推出损伤 的确我们人员训练要加强 而且空军在目前 Kate让人撤过阵队 昨天这一事故是感到遗憾 不过也幸好人员是平安的 那么他也提到了 其实被问到近年来 空军的事实率偏高 他也认为应该要加强人员的训练 而幻象了服役20你多年 是不是应该要更换 或是加强训练呢 他也提到了 目前都在演绎当中 好